大家好,我是SNH48听盲处的陆婷 不管你们认识我多久,可能有些人认识我一个月,有些人认识我两个月 或者你刚刚打开这个视频,才刚刚开始了解我 我想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陆婷,然后来自上海 现在身高是1米63,1米63 然后体重不强,因为我最近掉了两斤 也有些人认识了我三年的时间 因为今年是我入团的第三年 也是我参加第三次总选 入团以来,就是跟粉丝之间的羁绊 我觉得是越来越深了 因为前两天正好是握手柜的时候 就有我的老粉丝过来握我 他说陆婷啊,我现在握你要排好久哦 要两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才能握到你,才能跟你说上两句话 以前握你的时候,都是一圈一圈可以轮好几次 这样子一次一次的过来跟你聊很长的时间 但是现在看到你越来越好,真的很替你开心 嗯,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养成戏 这三年来,不管是新的粉丝还是老粉丝 对我的帮助 给我的这些 我觉得都是我需要特别特别感谢的 因为这三年来没有你们的付出 没有你们日夜的为我投票,为我操心 嗯,为了安利我去做各种各样的视频啊 图片啊,就不会有现在的 所以我想 以一个特别特别感恩的心态 谢谢所有的粉丝 然后呢 嗯 我觉得我现在的实力和梦想 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因为 虽然说这三年来 我在团里面成长了很多 但是这一年我一直都没有停着 去跑了各种各样的通告 然后上了很多的综艺节目 觉得 自己的实力还是有点不足吧 然后也有 也有因为这个就是我这一年来很少回剧场公演了 机会特别特别少 所以很对不起买票的粉丝 嗯 虽然我们不能在剧场见面 怎么说呢 你们可以更方便的看到我呀 可以在平板电脑上面看到我 手机上面刷一刷看到我 因为可以在各种各样的 其他平台上找到我 我也会努力的掐好时间 然后经常回来公演 其实说到底 我这一年的 睡眠和压力都很差 嗯 很少 有真的好好睡上一觉的时间 基本上每天睡个 五六个小时就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了 有些时候在飞机上睡上两个小时 都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我觉得 压力肯定是会有 因为大家也知道 团里面的妹子越来越多了 然后 分团也开了 就是GNZ和BEJ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支持他们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身上压力和担子越来越重 我希望我给后辈还有其他的 新进团的妹子一个做一个好保养 希望我能够把前路铺好 然后出村这条路特别特别的困难 但是 我们也会加油的 因为你们给了我第十名的荣誉 所以我这一年要花更多倍的精力 去完成你们对第十名的期望 我本来想把我所有的奖杯铺在这边给大家看 但是 我想了一下 我既然是空手来到这个地方的 那我就是还是回我自己的初心 在一个空白的步上跟大家说话 我的成就是你们给的 然后 这一年的总选 我觉得我也会拼尽全力 不是说我努力过一年之后 我后面的 我后面就不努力了 我也想让所有的陆战队跟我一样 要坚强 要乐观 然后 虽然我们现在压力很大 虽然我们可能 还没有到达一种高度吧 但是我觉得 我们比谁都要坚强 所以说 这次 我想说我要 给自己一点压力 也给你们一些动力 然后 今年的总选也要全力以赴 这样才是 我的陆战队 因为你们真的很牛 很棒 我们一定能做到 所以今年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本来就是去年我是两位数嘛 然后希望今年能够 变成一位数 嗯 我们一起加油吧 比翼齐飞 呦呼 不要看我今天什么都没带 其实我还是带着彩蛋过来的 因为我要 亮龙了 我们一起加油吧 拜拜